歡迎回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是傳電郵給我們 採案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要財證券研究部的副經理 直叫輝Stanley Stanley 你好 Stanley 先和大家看看 今天一些藍籌股 跌得比較急的騰訊 騰訊現價跌超過3% 跌至216.8 見到今天有個回吐的跡象 也見到Facebook星期五在美國上市的時間 股價表現令人大失所望 之前覺得會高開三成 又或是有個不錯的表現 但升勢似乎沒有市場預期得那麼好 今天騰訊有這樣的回吐 是否都是正常的現象 其實講到Facebook上市 上市比較多小插曲 譬如上市的時間有些延遲了 再加上是說 其實看一些學生的報道 可能因為當日系統有些錯誤 所以很多人買賣的時間 都有些遇到的問題 所以這次又比較有些叫滑鐵路 我覺得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說週月多年代之下 都拖累了一眾科網股的表現 今天來看見騰訊的股價 都受到一定的股額 當然之前的時間 但騰訊股價上升 大家都是在說 可能反映Facebook上市的因素 而且始終有個比較大的衝勁 所以這次跟隨Facebook的表現 有些做得比較不理想 所以都是受到的拖累 但只不過我覺得 之前我們騰訊局的表現 都是有些比較保留 因為最主要就是 公司的發展 其實你會見到 是比較集中在網友 即時通訊服務的表現身上 而公司亦都是 之前說過 之前公司可能想有 比較多的收穫來源 和增加增長點 但似乎在過去公佈的業績身上 其實是未見到的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都會有些比較多的憂慮 但只不過是 公司在上星期五的時間 公佈了一些重組的大計 其實這方面 某程度上 我覺得那個態度 或者方案是正確的 因為公司經過這個重組之後 某程度上 公司未來的發展 其實那個清晰度 其實更加明確 本身公司會主打一些 就是一些網絡 一些社交網絡 這方面的發展 所以變相 我覺得 前景上 我反而覺得 根據過去的重組之後 反而我覺得 可以看得比較樂觀一點 所以我會預期 如果去股價 回到之後的時間 可能會借勢 落到二百元留下的水平的話 其實我覺得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講到上星期方面 主席萬化騰 亦都提到相關的一些重組 又或者策略上的改變 就之前剛才提到 會主打在一些社交網絡 現在又變成 可能會有一些電子商貿 又或者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商業化的事情 會在騰訊方面 未來的重要的主打項目 但其實會不會見到 市場上 內地市場上 已經有熟悉的 大家熟悉 又或者已經成熟了的 相關的電子商貿的項目 競爭上 會不會比較激烈一點 還是如果騰訊 想在這個市場 分一杯羹的話 其實你覺得 他都有信心可以達到 其實騰訊最大一個賣點 就是本身是 因為透過之前一些 叫做即時吞訊的服務 而有一班叫做 比較 旁大一個的客戶群 因為你會見到 本身 或者騰訊的註冊 的用戶 是關於過億 當然是關於過億 只要是十億人的水平 所以 你覺得之後的時間 其實公司 推任何的 一樣的 叫做新的服務 其實那個 的滲透率可以去得很快 這個我覺得 是他本身 一個叫做得天獨厚的優勢 所以 除非 假設一些政策上的改變 而打破局面 否則 其實騰訊之後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 以一個這麼大的 叫做網絡群 其實你推任何的服務 都可以說是 上利益的 你 你假設那是十億人數 你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 是用你的服務 其實那個數目 當然是一千萬 你不要再小一點 其實那個量 都是相對比較大 所以對於騰訊 未來的發展 其實都是本身 你看得很負面 其實不是 但只不過 公司似乎在過往的時間 真的比較欠缺 一個比較 不是那麼透明 你看到他沒有一個 叫做新的增長點 所以我覺得 你說經過這次的 重組之後 反而路線是比較清晰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自己是比較樂觀的 但當然股價方面 似乎短期內 都一定受到一些股價 似乎你說股價 今年 年初至今 是排行大使之外 都是因為受到 剛剛說到 Facebook上市的因素 所以就變成 如果你看到Facebook的股價 一旦 如果你說 比較差的情況 即是跌穿為止股價的話 我想對騰訊股價 都帶來一定的壓力在這裏 所以如果你想考慮買 我也建議 200元以下再考慮 我看到上星期上市 只是緊守股價 看看今天美國開市 它的表現是怎樣 另外剛才提到 騰訊方面 是一個比較大的用戶群網絡 已經差不多接近10億 未到這個水平 但會否看到 剛才提到市場上 有些熟悉 大家熟悉一些 又或者成熟一些的電子商 好像阿里巴巴、淘寶 其實依為人手熟悉 亦都用戶量 亦都非常之多 其實如果騰訊推出 這些新的政策的時候 阿里巴巴又需不需要擔心 你擔心就坐水攏面 只不過公司似乎 大家現在比較 比較沽望 是公司 沒有公司的一些 重組的事宜 而且股價 經過之前公司的私有化 即是這個情況之後 股價其實都不太動 你看到圖會上 也看到股價 13.34 這位都是不斷在 還行 所以業務上發展 是一定的威脅 但就等於這麼說 本來阿里巴巴本身 其實都已經溫了一段時間 所以也加上有一個淘寶網 所以變成你說 在母公司方面有淘寶網 所以變成你說 對於它的影響 我覺得暫時就不太大 但只不過你說 當騰送 開始這些電子商務業務 開始處於一個 叫做高增長的情況之下 似乎都難免會受到一些威脅 但這方面來計 我始終覺得 內地的市場 是有這麼大的話 你又有兩三個龍頭的 一些板的股份 或者公司 我覺得都不出奇 其實騰訊都很聰明 將之前高增長的項目 暫時就放下 現在轉投一些 另外可以相關 未來或者高增長的 一些引擎的速度去發展 其實看到騰訊現價 216.8 今天跌超過3%下來 剛才提到 回落到200元 可以買到200元 其實上星期都知道 很多大行 唱好騰訊 花旗得最好 去到317元 其實如果200元 投資者給到這個機會 買入價 你又覺得目標價 可以定在多少 我沒有這麼進取 說真的 你說到300元 這些水平 當然這一刻 我就不會說它不行 但問題是說 你看看公司的發展 因為始終你看到騰訊 現在雖然它仍然有過三成的增長 但公司的股值上 其實你都不會說 嚴格上 它都說有三十多個P.E. 都不是叫便宜 所以你說在之後的時間 除了要取決於公司 能否高增長 能夠維持之餘 都要留意下 有沒有一個 剛才說到 新的良點去出現 如果一段時間 都未見到新良點出現 我覺得投資者方面 似乎對它 都不太有的內線 內線都未必是太多 所以就反而你說 看回公司的 現在本地發展的同時 都要留意下 公司有沒有一些 新的業務 可能要爆出來 當然如果你有做到這件事 或者是新的業務 真是能夠有一個 高增長的情況的話 你公司的股價 能夠突破之前 如果高位248.8 這個位置是不出奇的 但只不過 如果你是初步看的話 你說200元 如果真的有機會 可以買得到的話 我暫時 我目標價 大概230元 這水平 我想泰國進取 暫時似乎都未必太對 謝謝Stan 現在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次有次 也沒有次有 謝謝 待會回來 是半日總結的環節 有第二位分析員 和大家總結一下 今天大事半日的表現 待會回來見